美台的貿易關係緊密 為了解決雙重課稅的問題 美國參與兩黨的外交委員會 昨天提出了正式的法案 授權拜登政府跟臺灣接洽了租稅的協議 那麼有參與提案的議員就表示 有助於降低不必要的雙重課稅 避免逃稅 根據規定 協定的實用對象 包含了美台的稅務居民 但是排除在中國設立永久據點的企業 華爾街日報先前就報導了 臺灣多年來 渴望跟美國簽署租稅的協定 一直到了美國去年八月 實施了晶片法 那麼預期要來臺灣的投資 將會大幅的增加 才凸顯這個議題的急迫性